以南又来准时和大家见面啦 对于现在社会的人来说 钱在生活中实在是太重要了 人们每天在钢筋水泥的写字楼中奋斗 为的就是能让自己的钱包越来越古 但是有这么一份工作 只需要在笼子里待着 就可以拿到千万年薪 不过至今还没人挑战成功 究竟是怎样的一份工作呢 跟随镜头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现在人们都很喜欢观察野生动物 有些地方专门设置了 让人们能够近距离观察的项目 比如在狮群的领地中自驾游 有时遇到了狮群拦路 就算有着汽车的保护 人们也不敢贸然通过 而这项千万年薪的工作 也是要和野生动物面对面 工作地点在国外一家动物园的鳄鱼池中 工作时要进入笼子中 然后被放进鳄鱼池中 这项工作基本上一年365天都不能休息 因为越是节假日人越多 并且和鳄鱼这种猛兽脸对脸 有些人连想都不敢想 大家敢不敢去挑战这份工作呢 欢迎在评论区交流讨论 喜欢别忘了分享给朋友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咯